副总统丹建仁 18号由加级市长陶新帖 加级市卫生局长中要不 新马里面变一顿 但美国的北洞之下 到加级市新马里面 护卸给你资家 奉使花人修作的沐浴福祉教室 虽然也到陶新帖的竞争总部 参加陶新帖伊苏欧万会 成立台会 丹建仁入庭陶新帖 是有想法 困用相处实陣的市长 副总统丹建仁 到省马里面变一顿 护卸给你资家 参访亚洲第一座 目役国际教室 由中华省务基金会 设立在目役资家第2楼 希望无数团形 当年专业目役技术 政策付合失灵者 输计为三大目役主帝 1-0 苏甘族团队 基标目役以及照合技术 头身体表示 感谢省马 为自己地区民众的健康 所做的努力 但近日也说 省马里面变一顿 提供很大的教育 是一个有温度的机构 利用这种很多好的 重有爱心的 这个卫生医疗相关的组织 以及嘉义县 零仙全国最老的地方 希望国家卫生理究院 所谓老人健康福祉 研究什么 研究中心 能够射到嘉义市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只有原创卫生医疗上的能力 能量 只有这里的需求 应该可以把这做好 会长会长得好 这个机会 赶快 反正总统来也要跟他要东西 副总统来也要跟他要东西 今天来除了跟我们圣马尔丁副理之家 表达最高的敬意以泄意以外 也真的是来谢谢这个厨师长 厨师长在这里所推动的 跟我们圣马尔丁一起推动的这个长照文制度 让老人家老儿有用 老儿健康 不只是我们要照顾他 他也可以照顾人 这个是相当的好的一个构想 超龄化是已经不可避免的趋势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嘉义这里推动的 在健康生活还有经济方面 一起照顾老人 让他得到很好的照顾 那我们希望是健康老化 活药老化 在地老化 我们能够做好 这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但建议仁强调 土生土政府顺劃 加上立委李准逆 台风与中央合作 两个人合起来 可以让家义市越来越好 也要提前民众够新闻够消息 不断在台湾的社区媒体传播 这次的选计不简单 这一定要特别注意 让我和妈妈没效果 谢谢我们电脑神和爱奇 彩虹报道